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7号 在日本大阪会见韩国总统文在云 习近平指出 加强中韩友好合作符合历史潮流 也是两国人心所向 中方愿同韩方坚持以诚相待 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并为朝鲜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双方要保持各层次沟通 把稳双边关系发展大方向 要把握共建一带一路机遇 加快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不断扩大贸易、科技、财经、环保等领域合作 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 巩固中韩民间友好 中韩合作完全是互利双赢的 不应该受到外部压力影响 希望韩方继续重视 妥善处理好两国间有关问题 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 多边框架内的协调 共同反对保护主义 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文在寅表示 在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引领下 韩中关系发展势头喜人 韩方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 推进各领域对话合作 尽快完成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将韩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韩方愿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 韩方愿同中方一道 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这对韩国利益攸关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看法 习近平表示 我上周应邀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 同金正恩委员长就中朝关系、半岛形势 深入交换了意见 从我这次访问朝鲜和近期各方面情况看 半岛缓和对话的大事没有变 正是解决仍是各方的优先选项 事实证明 只有通过对话协商 按照分阶段同步走原则 逐步解决各自合理关切 才能找到出路 下一步我们应该加大促谈力度 共同做有官方工作 中方支持朝美举行新一轮领导人会晤 希望双方相互显示灵活 争取对话取得进展 半岛应坚持无核化方向 同时朝方的合理关切 也应得到重视和回应 文在寅表示 几天前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 为推动半岛对话势头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方对此高度赞赏 韩方将继续致力于改善南北关系 愿同中方加强合作 为实现无核化目标和永久和平稳定 做出贡献 丁薛祥 刘鹤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见